再为我们的女族的 姑娘们加油助威 看看这次边落左脚船 前点 落完有机会没有停好 打门 这一下应该是个停车 一个手球 看看这次强行的超车 传过来 好的 这次停的不错 早上走路改一下 哎呀 最后这个没有处理好 给的还是有些大 六脚开起来 看看第一点的真顶 对方的这个中卫人工马大 但是我们后排抢下来 进行的有机会 有倒地 但是下半也没有吹 这次从他身后的产权 开始很干净 在定位球当中 我们的这个抢高点的能力 并不是特别的强 也可以看到对方两名中卫 身高非常高 这次北京应该没有越位吧 好的 进行的还有机会调整一步 打位 这对手扑车再打 我出现了 比赛的第七分钟 表现最为出色的15号 许愿路将球打进 比分变成了一比0 中卫人这个开场 打得相当美妙了 这球传的一瞬间 我们队员没有越位 几分之后来包扫的15号 许愿路将球打进 比赛仅仅进行了7分钟 再来看一下这球啊 转 哎呦 这下边才的判罚 有在上去啊 紧跟我们打了一下 将大圆角没有打过去 紧跟着后排补上来球员 将球打进 第一次应该是 20号杨丽的射门 打了一个圆角 但是被对方用脚签挡出来 紧跟着再补射 这个时候对方门角没有办法 比分变成了1比0 中队这个开场 打得相当有气势 这场比赛 我们在防守的时候 一定要把第二点保护好 上场比赛 我们的第二点保护的能力 暴露无影 给了对手很多连续进攻的机会 张岳 今天球队的首发门将 上场比赛的主力门将 王菲 打完了这场比赛之后 已经是回到了法国 跟随里昂队开始训练 今天这个比赛 看得非常的过瘾 中国的进攻打得很流畅 再来看一下这个进攻 胸部停了一下 调整这一步 其实一脚是没有打好 紧跟着我们的球员 补位力是相当不错 咱就打进球门 比赛打了18分钟 西班女生有脚球的机会 在定位球的防守 当然我们一定要注意 闪闪比赛我们定位球就丢球 这次开起来 中国门将出来 张岳的这个身高没有问题 对于高球的保护 做的很到位 这次开起来 门前又是门将出来 双先打出来 看看第二连的保护要做好 我们看这次连续两个第二连 我们又控制住 进行的对手有机会 还好是 龟亚沙的一个挥防 将球减肥出了边线 好的 看这次中队的反击 前场一个三大五 这边的要拉开 好的 这次协下做的不错 给过来 再推一个底线 好 门 这球门前没有人接应 紧跟着我们球 没有传出来 顾亚沙 中队获得一个角球 中队的定位球 也是很有威胁 看看这次怎么样 17号 顾亚沙 最后开起来前点 逃球在顶 二点应该是我们控制到 这次被 玄露顶出了底线 应该是门球 这是中国龙之队 球迷会的球迷们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专业的 中国队的球迷组织 我们的 记者之前 通下杯的比赛 我们的场军 应该是打潮小 我们的跑动距离 应该是每个人达到了1万米 对于 这样的 跑动距离 我相信肯定会让当时 一些男组的球员很难堪 女组球员能够在 球队龙比赛里边 跑1万米 这在欧洲的足坛 最顶级的一些球队 最激烈的比赛 估计在1万23米左右 的这样一个距离 用下船 第一点 还是被防守权解位出来 投球 这次顶下在中路 对于杨章岳没有形成危险 踩个单车走底线 再往文青给 后点危险 那投球球 好的 还能顶出来 今天对手的这个 11号莫里诺 状态确实很好 现在今天龙之队这个 加油助威哥呢 都比较简单啊 大家一听也很熟悉 好的 这不过人过得很清楚啊 雪原路 今天撞的非常的不错 外围有机会直接射门 最后没有打好 雪原路应该是上场比赛 中队这边表现最为出色的球员 斯古拉 看起来中路 这次危险 后点 踢上去啊 大门 哎呦这一次啊 上不上比赛 最后一分钟 我们的防守出现问题 优势定位球 福南提斯 再往边路给一下 好的 中队这个上场做得不错 看看第二个能不能拿下篮 对方这个 新黄热闹的十字号 古米兹啊 对象回防非常关键 将球又重新交给队友 布卡莎 面对两人的防守 这球没有太有机会 回传 再打一个过顶 好的 这个线路给的不错 边路有一对一的机会 这边套边那些 左脚传 第一点被防守权解围 看看第二点控制住 中队要形成这种连续的进攻 这下应该是一个手球 对方的18号摸牙 但是这个球呢 也很危险 一旦对方是胸部停下来的话 我们将会给对手 一个直接反击的机会 所以说 在这种第一阵的处理球 我们要做的 再更加的细腻一些 这种停球啊 一定是要停的再好一点 这球如果对方断下来 直接是我们的空档 放了给对方的身前 直接往门前出来 这下应该是问题不大 被张岳没收 快速发出来 刘介如 这场比赛我们可以注意一下 他的左手 去带一个 风带 这场比赛也是带伤出战 这次危险了 中度的 横传球没有停过 推过来 好的 我们的补位做的不错 赶紧上前倒了 好的 这一下 刘介如 一直是在贴着对方的进攻球员 紧跟着我们的中卫 补过来 将头几位出去 但是我们之前的这一次横传处理确实是没有给好 给在了队友的身后 紧跟着我们球没有停好 直接是给西班牙女组一个直接的反击机组 好在其他队友的这个回防坐得很到位 好的 这次队友没有犯规拿下来 突然这个视野很开阔 乌亚杀金的状态也不错 再给一步 看到了远的队友 但是没有传过来 主动还有空当 给一下 外围直接射门 打一个低射 这球如果传过来的话 将会非常有威胁啊 其实也可以想到自己射门 吹脚 还是这个接外球 还是给李颖 这下是一个定位球 这两次李颖的处理球不错 第一次是遭到了一个接外球 紧跟着要了一个定位球 对方18号 墨亚 墨亚这场比赛应该是很累 我们可以尝试多打一打他这一次 先看这个定位球 仍会进一个假谎 旋路开 前点 外围第二点 直接射门 这次没有压住啊 这机会其实不错 这是一个正常的进攻套路 后腰的位置 提上来顶这个弧顶的位置 紧跟着对方解位出来之后 把这个位置腰住 完成一脚远射 咱最后这一下没有打好 这次危险呢 对方直接射门 远端 打的质量还是不错 稍稍地偏出了球门 这样的话 应该是要进行换人的调整 新班女组这会儿 失误也开始逐渐多了起来 双方体能下降比较快 王山领过来 中队有机会推好的 这次单刀没有阅位 看王山山 没了门将直接打猫 哎呀 这个球啊 怎么会没有打进呢 这个机会已经不能再好了吧 这个球是不是可以 有很大的空弹 去选择过门将 选择打一个进脚 来一个推射 哎呀 还是脚下不自信呢 这个球为什么会打进脚呢 对方已经把这进脚封得狠死了 好的 这次转身做的不错 边路空档推 这一下给他有些小 选择往右路传呢 右路还是空档大 大家往中路给 7号流去 右路推都很好啊 还没有给过来 拿下篮 好 但是没有吹犯规 打回来 调整一步 右脚直接射门 有一个变现 这球如果被对方不顶的话 可能会直接奔着远角去 20号 和安迪兹 这次结尾很关键 中队一个角球 再来看一下这个 这一下应该是有一个拉锥 但是才华没有表示 调整一步之后 左脚直接往远角去 河南迪兹这个战位 很关键的 这次有投球 西班女子进攻 外围直接射门 贴着远门柱 滑出了底线 下场比赛 西班女子就有这种 非常精彩的远射门 我们一定要小心 对于我们进军线前沿的 这个区域的防守 一定要跟紧 再来看一下 这球我们应是由于体能问题 后摇很难回来 给了对方一次射门的机会 对方一个三打四的机会 迪巴诺往右路给 什么很空啊 我们不会补上来 打一个倒三角 好的 这次位置站得很死 六号李东纳将球解围了出来 我们今天的队长 在这个时候呢 后防线上 必须需要李东纳站出来 第二点没有解围远 外围调整一步 进区内危险 好的 这次又是李东纳放闪 将球挡出来 李东纳最后这两次放闪很关键 再出球 我们很大胆 但这一下也很危险 好的 王日山拿住 好的 这次编 编路有空当 看看怎么给 那些扣一步好的 再传左路 停下来 外围有机会 往后再给 投球 我的天哪 又是王山山 这个球 传的已经是非常惊吓了 再来看一下 待会儿啊 之前一连串的盘带 紧跟着分一下左路 我们看这球 这一下变相很关键 紧跟着分到左路 扣了一步也很精彩 在传 哎呦 王山还是有意的找一个过顶啊 这球竟然是没有顶界 差了一点啊 最后这一下 险些是宋大礼啊 底巴诺 左脚传 门前 投球顶道 危险 三红 将比分变成了 1比2 又是在最后时刻 我们被绝杀 上下半场 两个伤挺補石的丢球 比分变成了1比2 时针落实 选上全场比赛 结束了少爷 最终 中共队是 在领先的情况下 上上给補石丢球 下半场比赛 最后时刻丢球 被对手逆转 打这场比赛 女图的姑娘们 踢得倒是很拼 我们可能是门前的 把握机会啊 包括最后一下 处理球的这种能力 稍微差了一些